工作人員拿著電鋸出動各式器具 把樹木聚成一段一段準備清運 大雨不斷在下海伴隨強風 大樹就壓在轎車上方 車子整輛被壓到凹陷變形 擋風玻璃碎裂 摧損相當嚴重 而因為樹木幾乎連根拔起 人行道的磚塊也像是被掀起來一樣 幾乎是一片狼藉 這是位於高雄市區的街道上 杜蘇瑞颱風帶來明顯風雨 露樹被吹到搖搖晃晃 最後竟然直接倒下 車主走出家門 看到這景象真的傻眼 好一陣子恐怕都沒車可用 後續還得處理賠償跟維修問題 樹木倒下不只砸中汽機車 旁邊還有民宅也受到影響 雜物都已經東倒西歪 連水都不能用了 住戶口氣滿滿無奈 幸好沒有砸到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經過高雄市府出不統計 路數倒塌案件超過250件 廣告招牌掉落有兩件 市區積淹水三處 交通耗置損壞有五件 另外交通部分持續受到影響 古山往返其境的航線 因為陣風過大為了維護航行安全 暫停營運強風豪雨 出門真的得要多注意 TV的新聞高雄中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